麥芬人齊王 大家好 我是大頭阿喜 那今天終於由本人來到現場了 來先跟Maya聽眾觀眾打招呼 中邦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姑姑的四位 谷歌 我們的谷歌這次其實發了這個專輯嘛 就是跳舞在米蘭 我們也看到了這個跳舞在米蘭這首歌的MV了 這超帥的耶 那個MV是很趕的狀態底下猜的 怎麼說 因為本來本來就是這首歌還沒有想要怎麼拍的時候 剛好那時候有一個 全聯辦的一個光就是LED展在新一區 然後他可能在兩天就要撤展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覺得這個 這個展還蠻適合這首歌的 就馬上計畫然後兩三天就趕快練舞拍舞就直接拍了 所以就是在說晚上沒有人可以進來的時候拍的嗎 對 從11點拍到早上9點 那因為這張專輯 我看那個介紹的時候就解讀為說人為了欲望 你常常會就是看不到旁邊的路 對有時候你太專注的時候 你旁邊的人的聲音和意見都聽不進去了 就會就會迷失 我會因為我每天都習慣檢討 對你之前有講過你會檢討自己 每一天或是每一個工作它是什麼樣的狀態 然後怎麼樣可以更好或是說讓這個事情更順利 是怎麼樣做到可以如此的人間清醒 很難耶 但我現在比較已經屬於比較放過自己一點點 以前是嚴格是因為要讓作品全部去到一個完美的狀態吧 盡量 因為最後一定不會那麼完美 可是如果你一開始放水的話 就很難達到一個不錯的水平 跳舞在米蘭這一個歌頭 有一句歌詞的 不殺價 從不殺價才丟臉 對從不殺價才丟臉 你知道Google就超帥的在那邊唱這句話 我不好意思殺價啦 你是金流座耶 金流座不是很務實很斤斤計較的嗎 我很喜歡工作 然後我很喜歡就是做各式各樣的工作 做從小到大 然後很喜歡賺錢 但是我不會去影響別人賺錢 你發了這張第三張專輯嘛 跳舞在米蘭 然後之前的作品 我們都看過不同的風格 或者是不同的一些音樂嘗試的鼓鼓 那來到這一張的時候 你覺得說你自己在音樂的路上 最大的成長是什麼 我覺得這一張專輯 如果是在音樂路上的成長 應該是比較沒有那麼 迫切的想要去證明自己 是誰 證明自己的能力 或凸顯自己的什麼事情 這樣專輯寫的東西比較生活化一點 然後包括整個曲風 有些人會覺得比較流行一點 對我就是希望他流行一點 我希望他在大家的生活裡面 這些音樂可以是一些你的生活的插曲和伴奏 不會給你有什麼壓力 以前很迫切想要被人家看見 很迫切肯定 想要證明很多事情這樣子 嗯哼 你怎麼跨過這個的 對啊 因為一定可能在以前的那個狀態的時候 一定會有人可能說打擊你 甚至是他們真的是會冷落你 真的做過蠻多工作的 然後也也看過了很多事情的起落 然後自己也經歷過很多東西的起落 了解自己的狀態在哪裡 能力在哪裡 我就適得其所 做自己的樣子是 我覺得是 不管是藝術家或音樂家 或是 即便你只是學生或是上班族 都在追求的事情 就是自在做自己 了解 因為我覺得疫情還是 大家休息下來以後 有足夠的時間去慢慢了解自己 你如果不了解自己的話 你就常常會有一些擴解或矛盾 比如說你會覺得自己可能 怎麼只有這樣呢 其實搞不好你這樣子 已經是比你原本擁有的還更多了 你踏入了這個圈子 然後慢慢的才真的了解到自己 還是其實從之前就已經知道了 我花蠻多時間的 我覺得我速度比較滿 沒念書之後 沒念書之後 其實基本上每天都在教課 教打鼓勤 然後不然只是表演 然後家裡也都在表演 所以其實很少時間會停下來 去思考自己真的想要什麼東西 所以會一直看到目標 一直往前進 一直往前進 然後一直增進自己的能力 一直想要讓自己變得更好 但是會不知道那個終點在哪裡 或自己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 這幾年我覺得比較 可以理解自己要的是什麼 雖然有點慢 但我覺得也不算太遲 你之前做的東西很多 比較偏向於默默耕耘 對我確實是默默耕耘 對可是現在沒有辦法 因為都是自從說一個人之後 你就是那個 我沒有辦法再默默耕耘 我就是一定要 對就是一定要 被看到 站在舞台中 所有的燈 真的是所有的Spot 都打在你的身上 對但其實是很矛盾 因為我不是一個喜歡這樣子的人 對我不是一個喜歡 一個人在很前面的人 其實老實說到現在為止 我都不是一個就是 樂與喜歡 享受掌聲的人 對我不希望大家為我 多做太多事 很奇妙 但是我今年開始有點調整 改變到會做了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比如說像這張專輯 有些MV上面的突破 還有我開始做一些 跟我的歌迷的一些 像LINE的群組 對然後跟歌迷更close 去了解他們 為何喜歡我 然後為何願意付出這麼多時間 在我身上 慢慢了解以後 我就不會覺得 他只是單純的一個 偶像跟歌迷之間的關係而已 我每次看到你 會覺得很樂觀 很正向 給人家一些力量 對 盡量啦 在鼓勵別人的同時 其實就是更多的 是在鼓勵自己 對對對 當你可以激勵別人的時候 你就會跟你 更多人能量激你自己 是 因為每次散發出來的 那樣都是很真誠的 都絕對不是演的 應該不是演的吧 因為我比較不會 我真的不太會演戲 所以我在表演的時候 都 我每一場表演 我都一定得 讓自己投入在 都要花很多時間 設定一個自己的角色在裡面 讓自己投入進去 就是我沒辦法表演而已 在那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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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非是不可 沒營養的標題聽著在位 看得很累 想法一言不合 只要你敢嘴白的說成黑 懶得在變 在那邊 還沒有在的家長 想要在那 手機拼命話 在這槓邊 綠燈哪 幫你不停 急著投胎嗎 前面奧客在找叉 是以為花錢 就是老大 放鬆太太又漲價 我壓力散打 大哥你睡醒了嗎 送丟的趕口丟話 玩夠了嗎 請問你是哪位啦 拜託你安靜一下 玩夠了嗎 好了啦 好了啦 拜託別再亂啦 好了啦 好了啦 龍妹派誰你在那邊會 在那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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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追上還是靠比賽 快點決定馬路當你家 胸後你傷把嘴趕 準備插隊當我說叫麻 有人猜喝幾杯啥 什麼大型就平時多差 真的快瘋了 到底我原地爆炸 大哥你睡醒了嗎 送丟的港口丟啊 玩夠了嗎 請問你是哪位啦 拜託你安靜一下 玩夠了嗎 好了啦 好了啦 拜託別再亂啦 好了 好了啦 龍妹派誰你在哪邊回 在哪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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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是收錄在姑姑呂思維最新專輯 跳舞在米蘭裡頭的歌曲叫做 好了啦 你好 我是大頭阿Key 掌聲有請姑姑呂思維 我們是 波菲斯五間企 大家好 我們是 狗人 我是 周星哲 我是張哲漢 我是 最愛的藝人 跳奧門的訪談 只在星期五的 麥犯人氣王 四十歲了 快了 四字頭了耶 這對你來說 它會是一個 你很必忌去聊的 不會啊 我也常常就是 花很多時間去跟 新生代的歌手 創作人 或是偶像 團體都好 去交朋友 我很喜歡去 去認識新的朋友 這樣子 有時候蠻感謝自己在這行 可以撐這麼久 很多人支持我讓我繼續在這個舞台上唱歌 然後 有一個目標去 去增進自己的能力 因為你看 你要想想看這個舞台 如果沒有的話 你真的就是興趣了 真的變成興趣 年齡上的焦慮 對你來說 焦慮不會耶 不過剛剛講到 我真的太愛工作了 所以 我在家人身上的時間偏少 我妹妹也結婚了 然後有現在 小孩已經 快一歲了 我也會希望說 未來 我當然還可以 做我喜歡的東西 但是 慢慢的 我可能要給我自己 一點點的 生活時間 在我家人身上 師兄們說 要唱一道 八十歲 他們一定沒問題的啊 所以你要唱到 八十五歲 一百歲 其實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現在還可以跳 而且我還蠻喜歡跳舞的 體力還蠻OK的 但我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 不是你想要不要的問題 因為他就是有沒有需要你 我做完第二張專輯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 我做不出任何東西了 還是做個第三張 那我原本 今年也覺得 我做不太出東西了 然後你只要有一點時間休息以後 我就開始想說 下一張好像是要做什麼 所以第一張專輯來了嗎 還沒 但是 但是我有一些想法 只是我現在沒有辦法把它落實 因為最近的行程真的太滿了 對 你覺得說你出道是到現在 你是屬於比較幸運的人還是 我是幸運的 絕對是幸運的 因為 我可能在打鼓上面 稍微有一點天分 這是有的 我前陣子有跟哈琳哥做一個節目 我是助理主持人 然後我在訪問很多的 非常厲害的歌手 前輩 幾乎每一個人 都是從小就想要唱歌 但我就不是 對所以 就蠻矛盾的 但有一個人 我記得他也不適合 我只是用性格 他一開始也不適合 我只是用性格 想要成為一個天團的主唱 他可能真的就是 比較喜歡畫畫 你適合做的事 可能跟你一開始想的東西 不太一樣 反正我還存在這邊的原因 可能就是我適合做天使 就好像我在唸大學的時候 就是開始追MP魔幻力量 對啊 然後過後就看著你 然後就一個人的發展 然後開始跟你做訪問 然後到現在看到你 哇我覺得我好像也經歷了好多的階段 終於你知道 靠近你的偶像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原來是要這麼長的一條路 很長啊 只要你努力 對你敢想 你就有一天會成功的 有啊像那個在 台灣有 有一個娛樂記者也是 以前是MP的歌迷 他也是花很多時間 真的變成一個娛樂性記者 然後還有一個 現在主持人也是 也是 也算歌手 在華裔人家叫木暮 他以前也是MP的歌迷 對啊 然後現在也越來越好 很不得了 很棒耶 你看大家喜歡MP到現在 我們都不得了 我必須說啦 就是因為呢 感謝所有的 曾經追過的偶像 或者是你喜歡的那個藝人 他很努力 他的精神絕對是會傳染的 你想要達到夢想 你首先必須要做的事情就是 一步一腳印的 採取行動 耗盡你的夢想 先進入資訊喔 待會呢 繼續由我們的賣飯人氣王 咕咕呂思維的訪問 那現在八卦的問你一個問題 對 就是跟自從官宣了戀情之後 嗯 Next 是什麼呢 下一步就是那個 好好過生活啊 欸 哈哈哈哈 好好過生活 這五個字 是包含著哪一些進度跟過程呢 我也沒有那麼那麼急 就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看看感覺 我比較傳統一點 我都一直覺得說 如果要有一個下一個階段的話 那那個 比如說這個意識感很重要 所以我也有在構思這個事這樣 嗯 你從官宣的時候 你已經說在構思到現在了 對啊 我給你看一下我的行程 我連下一場表演的歌詞 我都快背不起來了 我要構思這個東西 我其實我是還好 因為我是男生嘛 我覺得對女生來說 還是需要有一點這種的 因為我覺得女生不管到什麼年紀 她心裡面都還是一個小女孩 只是什麼 什麼東西把這個小女孩的靈魂勾出來而已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必須 身為男生就是要滿足這個小女孩 想要的東西 對 而且您的女朋友就是比較 就是很享受戀愛 享受愛情這件事情 所以他應該也是很在乎儀式感這件事 對 要好好想一想 對 就繼續的期待 鼓鼓有很多的作品 能夠跳 繼續跳下去 好 然後繼續很多的一些歌也好啦 或者是主持啊 什麼的 然後讓我們看到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你生活越過越好 身體健康 耶